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双善知识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 讲解风水学的奥秘 阳载风水学 阴载风水学也是非常深奥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一局 跟各位讲阳载风水 因为阳载风水每天都我们住在一起啊 现在房子戴得非常的漂亮 前面有庭宴 有小水 有花花草草 是非常的美 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房子住家里 他的庭宴 这里就用着花架 这花架 这个是白虎现早 商人丁 会要小心啊 所以住家的虎边 无论这样的花架或是这样的花架 这样花架来伤对方更不好 这里要伤自己也不好 所以你们要做花架要很小心 好 那么你花架可以做的 好 那么你花架可以做的 你可以在龙边 横的花架 这边可以 这边就不可以 最好是不要 所以在虎边的花架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你们赶快改 不然的话会有一些 吃不完都都走 官司连连 也跑不了 还有呢 女性 腹部 长一些奇奇怪怪的病症 也常有所闻啊 所以希望我们微情闲事 虽然我短短五分钟 扁破残疾 你们懂了 你听到的 能改革改 你就比较有福气 若是不改 也是随缘啊 然后福治 我修 受治 我求 所以风水学 这奥秘 不可不至意啊 我们庭院 有花架 在我们的湖边花架 绝对不能受他人 受对方的住家 那是很没有道德的 若是你碰到了 怎么办 那你这花架 整排的 整排的才长长的 花架往别人 无外收出去 那你 我们为了弥补我们的损得 你可以把这个 用板子 把它 自己带住 自己带住 若是你在 龙边 设进来 自己也不好 对他人也不好 所以很多 做庭园设计的 我跟他讲 武动于衷 这个英国 你要去负责啊 这个省得 你也要负责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平安 大家一起好 只有你自己说平安 别人不平安 反受回来 这个灾难还是你要加倍的承受啊 不得不注意啊 祝福各位